受惠于智慧行动装置热卖国内IC载版大厂 为了扩充产能在新竹县投资新台币100亿元建厂 厂商预估未来营收渴望达到200亿 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 因应订单需求国内IC载版大厂 买下位于新丰箱的电子厂房 预计在104年改建完成并投入量产 从去年买土地到现在到今天的年底第一期 应该会有投资60亿 到未来2到4年 2到4年我想我们会超过100亿 希望未来可以达到年营 在新丰厂年营收在200亿 员工人数达到3000人左右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一个摘板厂 公司执行长郭明栋表示 原本在台湾和大陆都有设厂 选择回台在新竹县扩充产能 除了回应政府的归于返向政策 也希望带动台湾的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企业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 也要帮台湾多想想一些方法 能够让我们台湾能够 以后会更顺畅 那我只是带头一下 希望更多的台商也能够 在台湾能够多多的着力一点 这厂房正积极改建中 第一期工程规划使用面积大约为3万平 未来新厂房将因应客户新款智慧型手机的需求 全力冲刺含20奈米以下先进制程 抢得市场先机 新章儿海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报道